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 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 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 让39岁的武将阳间满心忐忑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 身躯高位的父亲杨忠 使得杨间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 十五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票旗大将军 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云 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 出乎阳间意料的是 此时的皇帝宇文云 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 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 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 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晋臣 正酝酿了一场宫廷政变 杨间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 这天深夜皇帝宇文云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年仅七岁的鲜卑太子 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 而杨间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 之后的几年中 杨间平定北州旧臣起兵 巩固权力 并把改为鲜卑负姓的汉人 恢复成汉姓 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 公元581年3月 41岁的杨间 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 隋的统治者 黄河流域 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 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间头上 它需要重建秩序 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 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 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分裂与混乱 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 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 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 进入北部草原深处 队伍的首领 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 长孙胜 此时 在帝国北部草原 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 已经整装待发 战争一出击发 县卑人长孙胜 将决定一个先生王朝 隋王朝的命运 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 突厥感受到威胁 几次协助北齐旧部 图谋复国 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 安抚突厥 当年二十八岁的长孙胜 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 来到草原 隋王朝建立后 突厥可汗 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 召集北方游牧部族 向篡位者杨坚 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 一对身穿胡服的人 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工地行进 隋文帝杨坚 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 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 然而 新成立的隋王朝 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 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 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 新的汉人王朝 并没有在北方边界 建立起足够的威信 夜晚 一千名胡人 偷偷逃离队伍 直到隋朝官员 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务 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 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 并没有任何经验 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 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 将土堆到一起 用人才马踏的方式 夯成一道土墙 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 只用了二十天就修建完毕 对于突厥骑兵来说 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 此时 使臣长孙胜成为 隋文帝阳间最后的希望 长孙胜 长孙胜这次出使的目标 是突厥克汗的弟弟 初罗侯 早在克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 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胜 依靠精湛的射数 赢得了初罗侯的好感 两人迅速建立其友谊 在突厥克汗 在突厥生活期间 长孙胜在初罗侯的陪伴下 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 将突厥的方位地形 莫记于心 长孙胜发现 克汗的弟弟初罗侯 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 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 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 在大克汗之下 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克汗 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克汗的部落首领们 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 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 和皇位继承制度 在草原上 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 相伴而生 长孙胜发现 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 挑拨突厥内部关系 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 长孙胜给出罗侯带来的 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 受到更高待遇的 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 长孙胜的努力 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 公元582年4月 突厥率大军南清 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 其中一支突厥连军 擅自引兵退走 长孙胜的离间计谋 使得随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 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韩国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隋王朝一直贯彻着 长孙胜提出的突厥战略 结交西突厥 打击东突厥